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他学佛或修行与否 学的是初世间还是世间法 道理皆一样 与他讲话 他就是主角 以他的心为主 你讲话对他有益 因为你懂他 如果你只是学习技巧 比如沟通 谈判的技巧 或口才训练 你抓不到精髓 因为你不懂对方的心 你学那些技术是没有意义的 身口看得到 意念却见不到 所以 别人是先看到你的身口 顾顾人讲 谨言顺行 意念要成 比口的善巧更难 如何对一切人都有诚意 比如 你们来上课诚意吗 你们让我感觉到不够诚意 因为我教了那么久 你们也没有怎么改变 深情口善 还不代表你这个人有诚意 但是一个诚心诚意的人 就不难做到深情口善 他对每个人都是诚意的 就很了解每个人 他不用修缠定 他的内心自然平静 他自然就有智慧 比如 你上有父母 下有子女 朋友配偶 或兄弟朋友 你对谁比较有诚意 你真的对子女诚意吗 其实 你对谁都没有诚意 因为你对你自己没有诚意 你很恭敬自己吗 诚意与尊重是一样的 诚意几代表尽 人要相处很简单 只要彼此尊重 忠庸曰 自成者明 一个人只要能够诚心诚意 其实他的智慧就开了 又言道 心诚则灵 灵并非只灵感 而是智慧 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即零零绝绝 一个人符合身口意 成功只是早晚的问题 他要的好的结果 只是因缘成熟 自然会出现 你要开悟 亦是如此 以顿悟及见修而言 顿悟 即一下子就体悟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你虽然知道这个理论 你的心还未清净 所以 你要修正 这就是见修 修行 就是在修行 你的身口意 你没办法直接弃入 你就要透过身口意来回归 修行的关键 旨在于自我改变 所谓改变 即将身口意 由不善 趋于善 这并不限于修行人 而是每个人 都当学习的 你一直希望别人 是一个善解人意 体贴善良的人 但是你自己是什么人 你不要期待 别人是那样的人 你应该看到 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这就是老实修行 有的人一天念十万句佛号 但是开口就伤人 跟别人在一起 只要对方跟他修行的法门不一样 他就狂妄 自大 意就不成 他修的是十万句佛号 他的师父不见得看得出来 他错修 说不定还会在现场表扬他 学禅的亦如此 一天坐禅八个小时 你也会不知不觉赞叹他 但是他只负责修行 不做其他事 你如果不是那行人 你无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修 他在某方面是很精进的 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他自己的心性 他转不过来 从这些角度 你可以很清楚地检测 当然 你不要检测别人 而是要检测自己 我为什么进步这么慢 原来 我有很多陷阱 我没有看到 我们常常叫别人好好坐禅 念佛 诵经或持咒 却没有整体地讲 所以 会造成错误 因为他改变太慢了 他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会产生副作用 身口意 包括戒定慧 身勤是戒 口善是慧 意诚是定 何为戒 不失 持戒 忍辱 何为慧 般若 何为定 是禅定 此三者都要精进 不管是做人还是修行 你就是要改变你自己 否则 你就不会得到好结果 当你学会这些概念 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尤其是你身边的人 你要讲到对方口服心服 你能够帮助他 让他超越 就是度人 即是随缘度化 我只讲随缘尽分 对别人好 是我的本分 文后思维 你能保持一颗恭敬的心吗 心平和老耻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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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